因應台海局勢變化參著烏爾戰爭經驗 國軍打靶不再只是六發沃射 而是採取實戰化射擊 加強官兵的實戰化經驗 持槍越近 快速移動到油桶後方 蹲下秒把 陸軍實戰化射擊 快速反應劍測 官兵1分45秒內 完全移動到定點射擊 過程變化姿勢 包括沃島 跪姿 戰力 還得確實命中規定把術才能達標 這個訓練要點其實它在於 第一個 它有多重目標的轉移的訓練 還有我們的不同姿勢的射擊的變換 以及障礙板的運用 那加上我們還有加入假彈的訓練 我們還會做故障排除的一個訓練 實戰化射擊 相較過去的固定距離 單一方向 與固定姿勢射擊的訓練 更具挑戰 官兵必須加強體能 與穩定度 你要進之後就是快速移動能力 快速移動之後的那個呼吸 要去馬上做到 靜下來的動作 不然在射擊的時候 會很不穩定 會瞄不到把 加強戰力 國軍今年全面實施實戰化射擊 依照不同部隊屬性設計模式 未來義務役也納入訓練 而目前軍中教官數量仍然不足 陸軍持續負責各單位師資訓練 新唐人野太電視 曾義豪 劉姿瑩 台灣桃園報導